这一小节呢,我们给大家讲解一下这个Python里边的原组 Python里边的原组呢,和列表有点类似 有些类似,它也是呢,也是一种有序的集合 本质上也是一种有序的集合 但是呢,它跟列表也有一些不同之处 原组和列表的不同之处,有哪几个不同的地方呢 第一个,定义原组的话是用小括号的方式 而列表呢,使用的是中括号的方式 列表使用这个,这是第一个不一样的地方 然后第二个呢,是列表里边的元素可以进行增加和删除的操作 但是原组里边的元素呢,不能进行这个修改 最主要的区别就是,原组里边的元素,不能修改 不能修改 好,那下边呢,我就来看一下 第一步,去创建原组 创建原组 原组,在Python里边用top来表示 假如说我们用一个top,那这个呢,它就是一个小框 里边写上一些数据 就是一个元素 然后它跟列表一样 里边可以放各种各样的这个数据类型 来,下面我们去打印一下你这个元素 printtop 来运行一下 发现就会输出了 然后我们也可以去检测一下它的类型 print type top 然后再来运行一下 你会发现它的类型呢 class 是top 这就是一个元祖类型 这里写一下 元祖中的元素 可以是 各种 数据类型 也就是你定义元祖的时候 这里边不一定非得写同样数据类型 就是这个数据 这是第一点 然后第二点呢 如果说你创建这个元祖 假如说我们再去定义一个元祖 top 如果说你这里边创建的元祖元素只有一个 那这时候你直接如果这样写 去答应一下 进行 你会发现它直接出来是一个什么呢 直接是一个32 但是它并不是一个什么呢 并不是一个元祖类型 那我们要把它声明成一个元祖类型 那你后边得加上一个逗号 这样子呢 它才是一个元祖 那就是这一点要去注意的 注意 就是若创建元祖的时候 若 元祖类型的元祖类型 只有一个 那我们需要在后边呢 会在元祖的后边加上一个逗号 需要在元祖的后面 加上一个逗号 加上一个逗号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我们这个对元祖元素的一个访问 第二个访问元祖元素 通过什么呢 也是给我们列表要通过下标 这个注释一下 比如说我们上面有一个top这样的一个元祖 我要去访问的话 print top中号1 就是下标唯一的这个元素 那是几呢 是34 34 咱们发现直接访问到了34 那同样呢 如果说我们访问最后一个的话 就直接printtop 然后这里边呢 直接跟上一个-1 然后这访问的就是下标为-1的 就是最后一个hello 那这是通过下标的方式呢 去访问这个元祖里边的一个元素 然后还有一点刚才给大家解释了 就是说我们这个元祖里边的元素呢 是不能够进行修改的 第三点 不能 修改 元祖中的元素 比如说我定一个变量top 我去修改下标为2的这个给它改成876 然后这时候我们再去重新去打印一下我们这个元祖 top 进行 你会发现直接给你报错了 也就是说它是不支持这种方式的 这是第三个 这是第四个 我们元祖可以进行一个合并 那合并元祖呢 我们使用这个加号 合并元祖 合并元祖 通过这个实现 比如说 top top 来一个top2 top2 到这边元祖 这是一个元祖 然后top3 这里边 来上几个 这又是一个元祖 然后把它两个合并一下 我直接就是top2加上top3就可以了 然后来运行一下 就实现了一个元祖的一个 合并 那下边判断这个某些元祖是否在这个元祖当中 我们同样的也是使用我们这个成员运算符 那第五个 判断 我们就直接来答应一下 是否在元祖当中 使用 成员运算符 成员运算符 in 或者 not in 那比如说我去判断一下我们这个45有没有在top2里边 那我们就直接来答应一下 它反过的结果呢 是一个boor类型 比如说45 比如说45 in top2 如果是在里边反过的结果就是 处 如果是不在里边反过的就是boss 比如说我去答应一下 我说 45 不在这个top3里边 它也是一个处 因为它本来就没有在里边 如果说它确实在里边 然后你说它不在里边 它反过的就是boss 这是我们的第五个 那下边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元祖的切片 切片呢跟那个什么一样呢 跟我们这个列表的也一样 6个 元祖的 切片 它也是通过这种方式 它也是通过这种方式 然后有一个开始 开始下标 然后有一个结束 下标等这种方式 那print 比如说我去取一下我们这个223 top元祖的这个top2 这个元祖里边223和45这两个应该怎么取呢 就直接这样来top2中号 然后从下标为0的这个开始 截取到下标为2的这结束 那我截取的就是前两个 一个是23 一个是45 那你这个呢 元祖这个下标呢 你还可以从这个 曝顺开始 比如说我从-1开始一直到这个最后 然后你会发现你截取到的就是什么呢 就是只有是最后一个 然后同样的 如果说你这是只有开始 如果说你这个切片的时候 只有结束 没有开始 它就是从这个哪呢 从那个第一个开始截 截到你指定的这个下标开始 那我截到下标为3这里 那前三个 就是012 这三个下标的这个元素呢 我全部都给它截到了 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获取元祖的这个长度 来注视一下 注视一下 第七个 获取元祖的 获取元祖的 长度 通过的是 论 这个方法 print 论 t up2 那这个是获取元祖的这个长度 它里边有4个 然后在下面 比如说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获取元祖当中的最大值和最小值 获取元祖当中的最大值 获取元祖当中的最大值 那通过的是 max 最小值 最小值是min 通过这两个方法呢 可以直接来获取元祖里边的这一些 数据 比如说top4 定义一个新的元祖 我们要获取一下这里边的最大值 print 这个注视一下 那获取最大值 这个应该怎么去获取呢 直接这样子 就是max盘数去调用一下 把你这个元祖给它传过来就行 比如说我要获取的是top4 这个打印输出一下 运行 那就把这里边最大值呢97给它输出来 那你同样的你要获取这里边的最小值 那你就fronttop4 那最小值是进的 最小值是6 它也就直接就给获取了 这是获取最大值和最小值 然后下边就是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这个 其他这个数据类型呢 转换为元祖的话 我们有一个函数叫做top 这个在其他类型里面呢 这个前面的时候也给大家讲过 就是其他 数据 类型 转换为 元祖 那就是 top 对行数 比如说你原来 定义了一个这样的一个列表 list1 那这里边有这几个元祖 然后你去打印一下它这个类型 type list1 这肯定是一个 列表 然后呢 你把它给通过top 这个好像是给它转换一下 然后转换完了以后呢 这时候你再去打印一下的这个类型 它就变成了元祖 print type 来这时候它进行一下 前面呢 就是一个列表 后边呢 通过这个top这个函数 进行一次转换以后呢 它就变成了一个 元祖 那下边我们来看一下 如何去便利元祖 便利元祖 跟列表有点类似 也是那几种方式 第一种是通过直接就是for-in的形式 for-i-in t-o-p-4 就是top4 print i 答应输出 来运行一下 分别是234567和97 直接把里边的元素呢 数据给它进行了一次便利 这个i呢 它表示的是值 不是我们这个下标 不是我们这个下标 来自第一种 然后第二种呢 是直接通过我们这个 呃下标和这个所影呢 直接这个下标和元素 直接给它便利出来 通过什么呢 通过我们这个enum rate 第二种 通过我们这个enum rate 直接把这个 所影和值 全部都给它便利出来 top-key-v-in enum rate 然后我们这个什么呢 里边 传上我们这个 元素的名称 就把我们这个元素呢 给它处理了一下 然后接下来print key-v 然后再来运行 再进行 前面是它的下标 下边是我们这个对应的值 这个呢 就是我们元素 常见的一些操作 更多资源 请关注python专栏 微信公众号 请扫描下方二维码 获取更多资料